提到央视速读 这个品牌你不陌生 从1970年创立到现在 接近半个世纪 推广速读的热情却始终不曾改变 同时因为速读技巧 是透过扩大视野与研脑指引 能够加快你的阅读效率 让不少学员获得更多实际帮助 可以写题目更快 然后读书变快 当然有多的时间可以检查考卷 还没来上课的时候书都背不起来 然后直到我来上课的时候 就背得很快 看的时候比较快 然后写字比较快 以前我比较不喜欢读书 现在我读比较快 所以我都感觉比较喜欢读书 我发现它的阅读测验的选择题的解答 能正确率也提升 那我是觉得这是速读以外 额外的附带额外的收获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学习速读 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当你能够认字 及阅读简单的文章 随时都可以开始 不仅没有年龄限制 更永远都不嫌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